今天新發佈了這個今晚會的病例 第一案448 那這個案例的話是一個國人 他在2月初的時候被派到墨西哥去出差工作 然後在墨西哥一直工作到最近 然後在當地時間的6月30號 回臺灣 那坐飛機是從這個美國這邊出發 然後到臺灣的時候就是7月1號 所以在昨天進入機場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說明他在墨西哥期間 其實上已經有一些症狀 不過後來症狀就緩解 主要是6月17到22號這幾天 他有陸續出現了頭痛 咳嗽 四肢無力 後來也有發燒 那在墨西哥當地有多次的就醫 但是因為是輕症 根據當地墨西哥的這個規定的話 輕症是不需要採檢武漢肺炎 墨西哥當地診所醫師 幫他在診治的時候 是有跟他講說有蠻高的風險 可能是罹患武漢肺炎 但是沒有辦法幫他做拆檢 經過這些藥物的開例之後 他的症狀在6月25號就已經消除緩解 所以在登機搭機這段期間 他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不過他在搭機的期間 還是有戴口罩來坐在飛機上 那7月1號他入境的時候 有主動的告知我們檢疫人員 那過去14天內曾經有過不舒服 所以經過我們的檢疫人員安排 在當場採檢 也送到我們集中檢疫所來隔離 那在這個 昨天的採檢 在今天結果已經確診 所以我們就目前把他移到我們的醫院 裡面去做負壓隔離病房 繼續治療 目前個案他本身是沒有什麼症狀 那他的X光片是有發現一些 輕微的這個肺炎 還有一些可能殘留的肺炎的這些陰影 所以目前還在住院觀察治療當中 後續也是會繼續的進行採檢到 兩次陰性之後 才可以依照規定來解除隔離 因為他做商務艙 所以接觸的前後兩排的乘客 並不多 總共是10名的乘客被我們列為 需要居家隔離 那另外有一位他已經轉機到別的國家去 沒有入境 我們會通知相關的國家來進行追蹤 那其他就是還有一位是他同行的這個 一樣從墨西哥返台的同事 那這一位的話 在墨西哥到美國當中 有同樣搭車 共處一車的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目前把他列為是 也是居家隔離的接觸者 所以總共有11位要進行居家隔離 目前墨西哥確診的病例數 是來到大概23.2萬例 每天大概新增4000到6000人左右 算是在目前世界上 這個個案增加速度 也算是比較快的國家 那墨西哥目前他檢測 因為受限於整個醫療量能的不足 只有提供大概輕症以外 就是住院跟重症的病例 才會做採檢 那這樣的話 當然這個陽性率就會偏高 所以在輕症 如果沒有辦法做採檢 我想也可以反映到我們這個 國人在墨西哥當地 雖然有類似的症狀 醫師也有初步的懷疑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提供他採檢 所以沒有辦法在出發前能夠確認